唉 小丸子到了拆家期了 给他买了磨牙棒 也不喜欢啃 于是给他买了点羊骨头 炖熟了给他 可是问题又来了 小丸子他不太啃的动骨头 啃完上面一点肉 他就对骨头不感兴趣了 这就意味着一个骨头他只弄了半小时 可我也没那么多钱给他买骨头啊 这是我看见了我家成功已久的烤箱 唉 我可以烤脆了让他啃啊 于是尝试扔那个骨头进去 既然开都开了 再扔两个红薯进去烤 这样他啃骨头 我吃红薯 多和谐的画面呀 烤了一个小时 果然挺爱吃的 搅得嘎蹦嘎蹦脆的 直到咯 kne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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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里面酱口 嗯 就是 酱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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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的红薯也好了 真好吃 鸡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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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烫 你刚还被那个骨头烫到了 烫 摸一下可不可以吃 还不可以吃 烫 烫嘞 等一下 烫 应该可以吃了 吃 还烫吗 接下来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分完了一个红薯